亦顺一个组屋单位内饲养了几十只猫 由于卫生条件恶劣 农粮与兽医局在街道相关投诉之后 已经采取行动把这些猫带走 组屋单位内饲养的猫都被关在笼子里 其中有许多只沾满了粪便 周围邻居曾经发出投诉 指单位内有至少30只猫被关在笼子里引发恶臭 屋主表示这些猫都是女儿带回家的 而他们是从2000年就开始养猫 不过他拒绝透露猫的数量 猫福利协会表示 这相信同动物虐待无关 这会并让当局进行调查 这也是亦顺最新一起和猫儿有关的案例 亦顺自去年9月 共发生了超过20起涉嫌虐待猫儿的案件